这也是韩晓明这个赛季为天津队所打进的第一个进球 他上个赛季呢在河南队是并不算特别如意 而本场比赛呢天津队赢球以后的确很兴奋 最终两队的比赛结束 杭州旅程队在主场是1比2输给了天津台打 好我们最后呢再去看看南昌洪源在主场迎战河南建议的比赛 在本场比赛之前河南和南昌是分裂联赛的倒数第一和第二位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宝级大战 南昌队呢在主场有他们的主场优势 希望能够在主场的力争去取个三分 因为从近期的表现来看呢洪源队是连战连败 在之前周中的足血杯的比赛中 他们在课场是大败给了北京关 也可以把更多重心重新放回到联赛中 因为联赛保击成功对于洪源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呢比赛中的双方的防守都是做的相对不错 因为呢都害怕在比赛中是先丢球 整个的上半市比赛直到28分钟时 在洪源这边呢才出现过好的进攻机会 但可惜呢进攻的兵力投入相对较少 导致门前的机会也没有能够很好地把握住 而在上半市比赛中的河南队是 大多数利用了脚球跟定位球机会呢来威胁对方大门 这是前重庆立番的大将黄西洋 把球呢坐到门前被打出以后 外卫跟进了大力远射 球也没能够打中 这场比赛呢黄西洋只有在定位球跟脚球中 才出现了更多的表现机会 而上半市比赛呢很明显 双方的进攻的次数寥寥无几 第37分钟时 南上队在边路的一次45度角起球 但可惜呢门前跟进了队友的一次大力的抽射 还是被对方的门将增诚奋力 将就化解 这是17号邹中庭在门前的一次机会 上半市比赛 时间所剩不多时 门前呢又取得过一次很好的机会 但可惜这次23号维拉球是打高了 这个球呢很明显 维拉的射门太着急 太过于发力 而在上半市比赛行将结束前 南上队是掀起了一波进攻的高潮 不过好在对方的门将增诚封住了近角 将就化解 那么纵观整场比赛来看 本来比赛南上队主场被对方逼平 河南队的门将增诚 当即守攻 上半市比赛呢两队是战成了零比零平 而下半市比赛呢场上的精彩的场面呢更少 第76分钟时 河南队在前场的左侧拿球 连续晃动以后起右脚传后点 可惜呢包抄队员的跟进的速度 稍微是慢了一些 就是在左侧呢完成了一次高质量的船中的机会 二级号张力把球传出去 但可惜呢队友不够给力 那么最终经过了90分钟的门战 两队是战成了零比零平 而收获一分的南昌恒原队呢 在多赛一轮的进行之下 目前是领先于深圳 暂时排在联赛的倒数第三位 而河南队则继续位列联赛倒数第一位 好我们再来回看 看一下本轮比赛的赛果 那么北京国安和深圳红顿的比赛呢 会安排在5月30的晚间来进行 那么在九轮联赛战霸之后 目前恒大队是G19分 两分的优势呢领先于少赛一场的北京官队 暂时排在第一位 那么只要官能够在这轮的最后一战比赛中 战胜深圳 他们将会回到联赛第一的位置 而深花纳赛赢球以后 目前是G17分 暂时排在第三位 而绿城同G17分 因为进行球的因素 排在第四位 辽宁红运输球以后 暂时位在第五位 而天天达赢球以后 联赛的位置攀升到第六位 青岛和陕西分裂位居 第七和第八位 鲁能在本场比赛赢球以后 目前是G14分 暂时排在第九位 而成都线费连输球以后 仍旧排在第十位 而亚太大连江苏 分裂第十一到第十三位 而南昌恒元 在取得本轮的一分之后 目前暂时超越深圳红盾 位居联赛的第十四位 而荷兰金叶则继续 排在倒数第一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